凡夫成夫很容易啊 放下就是啊 问题你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是什么呢 对凡夫来说叫散度 散度贪嗔痴 贪嗔痴放不下 贪嗔里面最严重的 情侄 这最严重的 非常不容易放下 成会里面最严重的傲慢 也不容易放下 这种俱身的烦恼 浴池里面的怀疑 也是没办法想 所以要破贪嗔痴 从哪里放弃呢 从这三样放弃 你能放下情侄 贪容易放下 贪就不难了 你能够放下傲慢 真正学到像佛菩萨那样的情绪 傲慢烦恼溃断 傲慢 傲慢是阴 古是地狱 非常恐怖 愚痴的核心 是疑惑 能把怀疑放下了 智慧就先去 只要有疑 疑就把智慧障碍了 为什么修佛的人不开悟 对佛法有怀疑 对佛有怀疑 对经教有怀疑 对修行人有怀疑 他永远不开悟 修一辈子 他也不会开悟 我说 他障碍没除掉 佛法里面难 就难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 通通往下 这修佛一点都不难 放下就是 释迦牟尼佛放下了 这臣服了 六族惠能大事 也放下了 实际上 他也臣服了 他误入的境界 跟释迦牟尼佛境界 没有两样 同一个境界 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